刘备交代一言时 诸葛亮为什么战战兢兢 越听越心境 刘备在试探他吗 脱故事演戏吗 都不是 刘备只是说了一句真心话 君才十倍草批 必能安国 诸葛亮啊 你以为你多聪明 我告诉你 你才十个草批 还敢不努力啊 所以诸葛亮为什么冒冷汗 为什么后来鞠躬尽瘁 他终于认清这个残酷的事实啊 我太难了 好啦 其实历史中 曹丕没那么差哦 他能文能武 更为国家建立稳定的制度 没有他就没有魏谷啊 难得看到我把曹丕当主角来说对吧 现在三国制战略版 和真三国无双八帝王传 联动二期 联动武将无双曹丕等四人登场 参与联动活动 可免费获得五星无双观品 还有联动十联抽 快来参加吧 哇 已经结束了